未说出的话 哪怕就一次 不怕的心 不怕的心 no matter how hard no matter how hard 我们心里多远的地方 遇见不见了万个报应 你一人是 那是卡 卡的朋友就退一下吧 要不就退出去退一下 然后再进来就就不计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否还能走得到 We are no matter how long no matter how far I will write a fairy day you wish 未说出的话 哪怕就一次 不顾一切 表达 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雨宁 欢迎各位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感觉很长时间没播了是吧 其实今天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疲惫 但是想上来播一会儿 给大家这些朋友一点安慰 我问我说你跟你感冒好了吗 我感冒我感冒早好了 很久之前的感冒了 今天早已经好了 鼻音很重是吧 就是 有那么些许的疲惫 有一点疲惫 但没关系 上来玩一会儿 这个月KPI保住了 是要不这个月一场播播 也有点说不过去了 还是得播一播 这个月要不 是这个直播 直播日务没达标 对吧 咱不能说当时都做了演员 歌手和主播这一块 咱就放弃了 还是不行的 咱就来一个并驾齐取 是吧 最起码说 在这个KPI里完成 不许是你多了 就是怕直播king到最终年终的时候不给我 到时候我一问到时候年底我一问说 今年为啥说微博直播king这块是咱这个落选了 人一说你这个六月份没播我也无言以对 所以属于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是唯一的回答 总有一天我又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没错就是2024年微博直播king 有朋友老大这个恒电是天天下雨吗 也不是天天下雨 因为这个毕竟最近好像到了连雨季了 没事就下没事就下 然后就会就这一阵的戏都基本都是下大雨 就是一会下一会一会下一会 比较潮湿真的是这阵特别潮湿我就觉得 还好 你跟我说您哥你那个啥 那你热吗 热肯定是热 夏天拍这个古床是有点遭罪 热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是闷 还有湿 其实你站在那里站在那个那个那个外边 你穿上那个衣服之后 直接就是超不过一分钟 你的这个这个秋衣和你的身体就沾上了 所以这么一个热度 你说老大我还在看开推呢 OK 是我又我趁那个吃饭的时间我看了一点 因为我我那个那个录的综艺我都会看一看 我趁吃饭的时间看了一点 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 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 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 却愿朝着光光奔在旅途上 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 往十元朝着光 一梦之名绽放 有朋友别剧透啊 因为此时此刻可能我直播间很多朋友还没有看我 就是 这一期第九期的一个开推 然后你们把我这个身份给我暴露出来了 你不影响其他朋友的观感吗 对吧 对没看完的话就一会去看的话就就不就没有新鲜感了吗 没看没事 正在听热辣滚烫 好的好的听啊 喜欢听啥听啥 有朋友说后面再接个综艺吧 后面有音宗吧 后面应该接的是音宗了 所以 综艺还是有的 我觉得也该接音宗了 所以后面估计会有音宗 咱们等着呗 但是这个我感觉 感觉就是精力不太够用了啊 以前可能是刚出道的时候年轻 感觉就那个冲劲猛 然后也不管这个别的东西 但现在 总觉得这个身体特别的这个 跟不上了 精神力已经跟不上了 就是脑袋已经转的比以前慢太多了 我估计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怀疑是 是不是我扬完之后了 感觉这个脑子变笨了 我一直给自己找借口 我说是不是我扬完之后 我脑子变笨了 感觉精力都不足了 感觉睡眠总睡不够 我会有那种感觉 但现在好像也很久过去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还是感觉有点那个 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有朋友年纪大了 你以为这句话能刺痛到我 我告诉你 的确刺痛到了 没有 确实跟年纪 跟年纪也有关系 就是 你宁哥 你宁哥 年龄也上来了 你再也不是那个小伙了 再也不是那个 2018年出道 满身都是青春潮气的 那个 扫年了 没有人在乎我是谁 结果漫长也有铁撞 我曾打过了五十风浪 当已有你微笑的模样 当我们背靠着 给了梦想 所有遗憾都成了 爆炸 所以无论多冷不安 多让人失望 再苦再难 陷入了迷茫 你就是答案 我无别的信仰 我许愿潮之光 空奔在你不想 你不想 行吧 本来今天唱两首好听的小歌曲 咱只发现啥呢 发现这个 嗓的状态好像不是很爽了 雨红说 老大你看到我就比爱心 我就受不了这些朋友 到我直播间给我俩对暗号来了 我这个直播呢 是面向广大观众的 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想把我这个直播当做你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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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服务 也是OK的 但是你就尽量就不要让我给你 发出一些暗号了 嗯 嗯 嗯 为你把全世界点亮 我只愿潮之光 一风只明绽放 成为你生命中最表面的太阳 我是 我问您哥下半年会播剧吗 不记得我 说一千到一万 哥哥不过只是一个 演员而已 剧的这个播出档期 不是我一个演员能定 也不是我一个演员配知道的 但是说起来可能有点惨 但其实真正的 其实逻辑就是这样的 其实演员又不知道啥时候播自己的剧 可能就是提前几天才告诉你说 说哎 剧要播了你录点ID啊 你这个录点这个这个小视频啥的 到时候宣传视频什么的 啊 到时候准备发什么微博啊 这基本都是这样的啊 你说作为演员做提前知道 戏播什么的 其实基本都不知道 嗯 是的 所以等着呗 嗯 我们不是有那种就是那种语录吗 你只管努力 其他的交给天意 有点土啊 就那个逻辑是啥呢 逻辑就是 就一直拍嘛 对吧 你就是一直得拍戏嘛 总有一部戏就是 会会让大家喜欢嘛 嗯 你只管努力 有话说还在最近还在考古中 嗯 可以 考一考可以 这个但是工作量挺大 工作量挺大 加油加油努力啊 你只管考古其他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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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愿超之光 但你也许悲伤 让你清静云散 叫我说您跟我后天查考分啊 然后你能不能祝贺我 当然这个我是思念 希望你能考一个好成绩的 也希望你能够 有一个高分 好不好 加油 有一个高分 然后去到你所想 去往的学校 都能够 所想都能达成 加油 有没有说一句英文行吗 OK 怎么样 标不标准 OK 然后来点英文 Very good You are so beautiful Very good 有朋友说 你拍那个书见鱼梦 书见鱼梦 书见鱼梦在那个互统是什么意思 互统那个剧情呢 其实就是关你屁事 拍出来你就看你完事了 你现在我能给你剧透啊 问问问 能现在问吗 我嘎嘎 我刘亦宁最后 最后网上传了一本 刘亦宁把书见鱼梦的剧本 发出来了 咋能干这种事呢 咋能干这种事呢 残怜就添书心 我说你好凶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人就是在那个就是很疲惫 而且那个有点滴血糖的时候 人就会难免有些暴躁 有一点暴躁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朋友说 我重新回答一下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啊 刚才那个朋友说 那个宁哥 你们三个人互统那件事 是怎么回事啊 给我们讲讲呗 我刚才那个回答的可能有点暴躁 我说了一句关你屁事是吧 我现在好好说 关你什么事 面带微笑的 很温柔吧 关你什么事 没到你打听的事 不要瞎打听 还不是一样 这是我最终的信仰 人活在白天 去青空在黑夜 人躺猖狂 人躺猖狂 闻名领许多啊 是吧 行吧 那个 那个 这朋友都发着照片吧 没有 因为我这什么事 我会觉得就是我 最近很早自拍了 最近很早自拍了 就是所以没有什么存货可发了 等我有机会再说 我有机会愣点存货 有没有 您哥 你机场被盘了 也不是就上次 上次去那个去长沙路节目 然后当时被咱家一个朋友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 没事 我一个大老爷们碰一下 也扫不了一块右 但是我说的没事 是那个 不是说没事 你们随便碰那个没事 还是尽量不要触碰 好不好 尽量不要 不是尽量不要 是坚决不要 反正没事 但是我所谓 我说的没事的意思 就是过去就过去了 朋友们也不要去纠结 说找这个人是谁 或者是攻击人家 也没必要 他可能 因为确实可能当时 我当时回家怎么想的 我当时其实有一点 我其实不喜欢别人碰我 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尊重 但是我回家想了一下 我可能就是当时 我走过他面前 一股气飘过来 是什么呢 是我的帅气 于是乎 这个朋友当时 闻到了这股帅气 他一时没忍住 我是当时回家 躺在床上 是这么反思的 我当时就是想 应该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心里 原谅了那个朋友 我是原谅他 因为确实是因为我 让他没控制住 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说好吧 但下次直播的时候 得引以为戒 但希望朋友们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所以希望下次怎么呢 下次朋友们 就是在看到我的时候 咱们就是礼貌的交流 好不好 不要碰我 碰我我就报警了 下次 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 才换来满身伤痕 回忆也漫长 年年都不忘 执着的人有什么抵挡 在心中间都生 你问我祝我生日快乐 今天有很多朋友 过生日吗 是吗 行 那在这里呢 好了 我给你录ID吧 好不好 有很多朋友 是ID这样 这样朋友 我想把这个字幕关了 这样子 你们都可以打开 这个录屏模式 此时此刻呢 我给各位录一个ID 你这样子 你存在手机里 等你过生日那天 打开播放 好不好 就是有很多艺人 不都说哪地方开业 谁结婚 你录ID吗 今天我在直播间 给今天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 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录个ID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祝你生日快乐的 你录一下 字幕关了 已经关了 来 我给发型转一下 发型转乱 影响我的形象 好 OK 更丑了 可以 好 来 3 2 1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 在这里呢 也祝我面前的这位朋友 生日快乐 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够天天开心 一切都顺利 可以吗 朋友们 有朋友说不行 不够专属 不够专属 那我知道了 这样子 我知道了 我把其他的都录了 比如说 大家好 我叫刘雨宁 在这里呢 祝 我就嘴动两下 然后最后你自己去配音 好不好 生日快乐 来 行 再来一下 3 2 1 开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 在这里呢 祝 生日快乐 那在新的一年 也能够身体健康 一切顺利 我太快了 怎么太快了 你明了四个字 五个字啊 我嘴动了四下 怎么也够了啊 够了 太快了没路上 我这有回放你 一会儿到我回放你去走 有的 朋友我接下来给你们录个结婚的 朋友你们结婚的时候 可以在你们婚礼上用 因为大家很多朋友都没结婚 接下来 来321开始录 朋友 321 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的在这里呢 祝 和 新婚快乐 祝二位 早生贵子 百年 好和 搞定 这这这这我刚才这个 id 朋友们是这样的 一般是 是这个可能是找艺人去录 id 还都脱关系 咱这地方就是厂家 直销 直接就给你 所以你们到时结婚的时候就可以把刘雨宁这这段这个这个 id 给就放出来 你就跟朋友说 哎 这我朋友 有朋友说 那你宁可 你给我录个这个开业大集的吧 朋友们是这样的 我刚才录那两个 id 是这样的 因为也有人找我录 id 大部分呢我都 不录 尤其像这种开业的我是基本是不录 因为我的 id 我觉得不能做以为商业用途 你刚才说的一个开业大集呢就是设计到商业了 那就得是聊聊合作了 比如说你开个你开个这个小店是卖抠耳勺的 往后要我去给你 也犯不上咱涉及到商务商业的东西咱就是简直不涉及了啊 像这种朋友之间说结婚呢 那个什么过生日啊这种是可以 你要是录商业那种开业大集 那起码呢起码得给我转个200块钱 我才能给你录啊 我录个起床呢 我以前录过吧 我以前好像上哪个节目有采访人家叫我去录一个那种叫粉丝起床那种的 好像我录过 我好像录过 我说你那你再你那再录一个吧 我不想去走了 那以前的我不想去找 给你懒的 你这个星追的都送货上门要求提太多了 今天这ID专场吧 没有刚才有朋友过生日嘛 那再好不开玩笑了啊 这个也希望今天在这个我直播间里过生日的朋友能够 这个新的一年真的能开开心心 然后也长大一岁了 懂得三 那今天没啥事 因为很久没播了 就想上来跟大家捞口课 然后呢 跟大家就是聊聊天 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 你们可以扣在公屏上 好不好 咱们就 就是那种温温游游的沟通一下 阳光总在风雨红 舞一下有情侯 珍惜所有的感忧 有朋友我下一部戏你接了吗 非要聊到这种敏感话题吗 也不算敏感话题了 因为前一次我看到一些咱家有一些朋友们发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我其实想要在下一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了 跟大家去聊一聊 然后那个关于接戏这件事啊 但是后来我觉得没想好怎么说 没想好怎么说 所以我就因为我有的时候 比如说说一些比较相对来说需要严谨的这种话题呢 我都会思考一下怎么说 然后想好了再说 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只要我cue到话题 我尽量会给他想到70% 我才能去输出 原因是啥呢 原因就是 我直播有的时候有人会断章取义 可能你听我10分钟的这个语言逻辑 你不会觉得我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突然听到那个词 你就会很敏感 你知道是这个逻辑吧 所以你就你只截那十几秒 你不知道我整整这10分钟在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他所以就你就会就是产生一些奇异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没想好 我就不太想说 当然聊到这个剧本这件事了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别人家粉丝我不管 别人家粉丝和这个行业 任何家的粉丝和任何艺人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跟任何艺人没关系 和任何人家的粉丝也没关系 我现在只是此时此刻 跟我刘宇宁本人的粉丝去说这件事 就关于说我刘宇宁接什么戏这件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也不会说我想接什么接什么 不用你们管 你们也别管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我 首先我一个30多岁的人了 笨40了 我人生做的 对我工作的每一个决定 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一个原因 是我不能跟你讲的一个原因 或者是 可能你就是不能不是你的心 就是那个意 中意的那个选择 但是它是我 是一定是深思熟虑 且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而且我相信 我可能会比在场的很多90%的朋友们 更懂怎样去做一个艺人 这个你们会要承认吧 对 因为我毕竟是从一个路边唱歌的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歌手 然后混成网红 混完网红 现在当歌手 又当当演员 是吧 我相信我起码比赛场90%的人 知道做什么事是应该我做的 接什么剧是应该我接的 所以有的时候 就像我以前接的一些东西 很多朋友也不认可 说这个不行 但你回头你都会知道 我为什么当时接着这个 是一定有原因的 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你就相信我 我接的东西 当然也有接失误的时候 那是一定的 不是说接失误的时候 就是一定 我的选择未必是对的 但是一定是当下 当下 我只说当下 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遗憾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当下的选择 一定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你懂吗 一定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个选择的一个选择 所以你相信我就完事了 但结果如何 我们其实谁都说不准 但是我为什么接 一定有我的原因 这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 而且我也不会去 怎么说呢 就也不会去 就不考虑一些事 就是你知道吗 盲目的去做一些事 因为我的年纪在这儿 我不可能去盲目的 做任何一个选择了 我参加的每一档综艺 然后包括我发的歌 包括我的演唱会 包括我接的每一部戏 我都是经过我的考虑的 我不是 比如说 这个工作给的钱多 我就去 我说实话 我真的 我早几年 我带货的时候 要比现在 我的收入 肯定要比现在多很多 但是我都没有去带货 我也不见伤眼 所以你们相信我一点 就是我接工作 绝对不会以赚钱为第一位 我就是这样的 有个人明白 明白宁哥 我宁哥就是 视金钱如粪土的那种人 我厉害 你说 你想 你想整死我 你想 我跟你说 你这纯属黑粉 在这个世界上 哪个艺人敢标杆说 钱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视金钱如粪土 我现在属于这个境界 谁敢 别带我瞎整 我都说了 我朋友们 我以前说我一句话 我说我拿钱 其实我这个人就这样 我拿钱不当钱 当命 但是该是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 不是我的 我也不会去 非要去赚这个钱 我从哪 还曾经想过着老师 不仅受人尊重 还有我的专属节日 后来我也想 做战事 无拘风雨 我这是旅行 在看尽风际 可是我此生 已经没机会 像他们一样 活得精彩 无味 但是我一定要 不活得 微微绰绰 希望得到什么 就勇敢追 可是像 有朋友说 宁哥 对 没错 你说的对 你回头看 你90%的 都是对的 也不是说对的 微微怎么说 就是 我觉得 我看项目这一块 就是我会去除 很多杂念去选择 就是我看项目这件事 他在我 就比如说一个剧本也好 一个项目来到我这也好 说说这个 当然我很荣幸 人家来邀请我 当然我看到一个项目 我会从几个角度去 衡量他 我就会从几个角度去衡量他 就第一肯定是剧本 第二是制作方 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这个制片人 第四 没有先后顺序 第五是导演 第六是演员 就是我会这几个方面 去综合去考虑这个项目 要不要接 不是说只看说 这个剧本很好 我就去了 或者是这个演员是大牌 我就跟他合作了 或者是导演 很厉害 我就去 我其实没有 只有单看一项的 我是靠很多东西去 综合的去接本子的 你死这一回 我也不愿后悔 人生啊 只有一次吗 那就算了 不用重来 我要聊这么深吗 不了 不了这么深 反正我就想是 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宁哥的选择 绝对不是说 开玩笑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一定是 我能选 我能选择去的东西 或者是我选的工作 一定我选的原因 一定是我有我选择的原因 也希望各位呢 就是 能够就是尊重我 也相信我吧 我觉得尊重我 我谈不上 相信我 相信我的选择 就不配了 然后也不要去 不要去 就是撕任何的合作伙伴 这是我非常一直 一直说的一件事 不要去撕任何的合作伙伴 其实很多这个娱乐圈的 一些做演员的玩法呢 我其实 现在已经很懂了 但是我不屑于去那么 不屑于去那么做 就是当然咱们家 也不要去那么做 就希望各位能够做到 咱们一块 自己玩自己 有朋友说 那他们来撕我们怎么办 他们人来撕我们怎么办 咱们就 就是不要跟人对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打架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去什么呢 你可以去 怎么说呢 你要还手了 那就是糊 你懂吧 他这个东西 你还手了 那就是比本来很有理 你还手了 那就是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 不知道 我就不讲那么敏感的话题了 所以就给拉黑就好了 就当没看见 给拉黑就好了 你就把它拉黑就行了 你要看到不喜欢看的东西 你直接就点不感兴趣 就完事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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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要以监视器为标准 首先我们拍的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偷拍视角的一个戏 所以你从带拍的角度去看 因为带拍都是躲在 要不高处 要不低处 要不比起脚 嘎啦去偷偷地拍 那个艺人的每天拍戏的过程 所以他拍的角度是很偏奇 很稀奇的一个角度 Do you know 他这个角度 他第一距离不够 他镜头就会产生畸变 第二呢 他比如说我在下面演戏 他在上面 他离我上面有十米高的 往下拍我 偷拍视角 那马上是能准确吗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逻辑 所有的头套高与低 好看不好看 要以监视器为准 因为最终这个东西是要 剪成片来给朋友们来收看的 我就跟你再说一个角度 是你连肉眼看这个头套高低 都看不准 就你肉眼觉得正好 但是你在监视器里 你就会觉得低了或者高了 是这样的 所以一切所有的高低 妆容 服装 颜色 什么质感 全部要以监视器为主 朋友们 是这样的 有朋友您跟你急了 没有 我急了 我就急的不是这个状态 我刚才是故意要调动 我的一个表演人格 来跟你们讲这件事 怕你们真的因为我 认为我生气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用一个表演性的方式 跟你们说出来 让你们觉得这件事有意思 还有其他人格吗 你想要什么人格 所以呢 当然有的时候 你可以偶尔去就是假装 你可能就是明白一点 关于这个古装头套的一个美感 你的审美 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懂 你可以认为你懂 但是呢 你也可以觉得说 这个宁哥这个头套 是不是有点低了 你们看看 是不是 你可以让大家分享 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或者你把你的想法告诉别人 但别就是直接上去 指着人家服装老师 和我们美术老师 指着他们鼻子说 你们会不会弄 人家干这个行业 一定会就是比你要更专业 所以我说的逻辑是什么 就尽量不要去跟人发生冲突 因为所有的东西 是最终以影片 出来那个东西为主 你懂吧 所以以这个监视器 以这个摄像机拍出来的东西为主 对吧 就为什么存在 再说有一句话叫有人不上镜 有人上镜 那他如果都和你肉眼看的 或者是照相看的一样 他就不存在这个言论了 所以最终的标准是以前是戏为标准 听我的 有朋友说一念观山的这个头套就低了 那个确实我承认 那个确实承认 那个确实当时就是因为 那个戏其实拍的就是比较的累 那个戏时常每天拍很长很长时间 因为你一出汗也好 或者你一动也好 那个头套就直接就胶就开了 胶开了你还得继续拍怎么办 难道现场给你沾 越沾越低 越沾越低 有的时候有的场次你就看见 因为你你沾太高了 他都就掀过去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越沾越低 因为那个确实 一念观山 就是当时拍的时候 确实是那个头套 有的时候你会有 你会发现有的场次很好 有的场次就低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拍了很多戏 然后一开就沾 一开就沾 就往下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拉着拉着 最后就有点低了 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呢 其实还蛮严谨的 蛮严谨的 这次 这次我头套的高低朋友们 有一个统一标准 因为啥呢 就每天我拿我的串 自己去量一下 我每天拿串量一下 比如说今天是这样 就是这串 从这 从发起线这个点 到鼻尖 OK 是20颗 我就开始点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9 20 21 不行 那个老师 你看我20是在这 来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9 20 这好在这 你再点过站这 这个地方 最高点过站这 好嘞 现在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开始盘串了 其实这个串 看起来是个串 是个解压神器 但是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来丈量我头套的高度的 只要再努力 就要给自己降临 随便选个日子放一个家 4月20球 和7月18 有朋友 那宁哥 一旦你今天拿的是这个金刚补体 你第二天拿的是凤眼咋办 凤眼是18颗 从这点 如果是拿了凤眼补体的话 就是2 4 6 8 10 12 14 16 18 凤眼是18 我每个串都有标记的这个长度 比如说今天我出门拿凤眼 我就拿凤眼就18 金刚补体就20 然后这个叫什么 这叫什么 星月补体就是28 因为星月补体尺寸比较小 就是28了 所以是这样的 我每天都是拿这个串看不一定盘啥 所以朋友们不用担心 因为每天的头套高低都是一样的 你今天看高 第二天绝对不会低的 逻辑就是 我都拿这个串量过了 朋友们是真的 有朋友说这些人是真信的 朋友我说的是真的 从此就是我自己 我说这个是真的 朋友们 我说这个真是真的 我说 我说 这个你也有 你以为我宁各的跟人家耍宝开玩笑 这纯是真的 不是真的 朋友们 我说这个举止是真的 但是确实不是拿串 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实话 不是拿串 是拿卷尺 够严谨了吗 我这么说你够严谨了吗 卷尺 每天是卷尺 真的确实 比如说今天这个 真真 我说 宁哥 你明天凉的时候 你拍一张 你给我证明一下 就这件事 就首先啊 咱从两个角度说 第一个角度是 我凭什么要拍给你看 第二 你怀疑你不该你举证吗 哪能我 你怀疑我没有拿卷尺 你来 你来让我自证 行 我明天这样子 明天我给你们拍一张 我明天化完妆 用卷尺的这个 这个动作 我就给你们拍一张 有宝贝 有快乐 莫去一些后悔 人生啊 却有一次吗 那就算了 不用重来 我就自己修改了 修改成我想的样子 尝试日子啊 开始决心吧 永宝说 能聊聊618 唱歌那天的吗 618那天呢 是参加了那个 我们京东的一个618嘛 参加一个活动 其实我有的时候 在剧组里 其实我很少去接一些 晚会啊 因为我觉得会 就是会让我有些 有些分心 就是因为我 我这边我在拍的戏呢 我让我出去 干活啥的 我说的分心是什么呢 因为我能力有限 我精神力确实有限 我不太想出门 但是呢 有的时候在剧组 时间长了 还真想出去溜达溜达 透透气 哪怕去长沙 吃顿小龙虾 我也觉得好像去 放松了一下 因为工作这个东西 永远是劳意结合嘛 所以呢 后来不就去长沙了吗 618不就去了吗 去了开始是啥呢 开始人家节目组 找到我挺好的 说那个 那个宁哥 那个刘宇宁啊 那个啥 那个你来 来个这个歌曲串骚吧 我 我说串啥 他就呱呱呱 说了三个 我说完之后 我说 我说行倒是行 咱问题就是 这个 都是去年前年的歌 你这么一搞 你这么一搞 搞到好像我 我刘宇宁 就是我内心是这样想的 人家讲 就找了几个 往年我很火的一些OST 然后他 我说 这个 就是 嗯 是可以 就这几首歌 也是大众 也是相对认可的 但是如果 就是我今年去了 还唱前几年的歌 或者 哪怕是去年的歌 我都觉得有一点 就是 让我有一些 觉得好像今年 没什么亲火 就会被这个 死在淘汰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 当时我想说 我说那这样吧 我别唱这几个了 这几个了 我就觉得 我好像今年 在歌手这块 没有什么突破 但我能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今年有一个 这个热辣滚烫 热辣滚烫 也不算青年的吗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 凤丧 凤丧虽然也是去年的歌 凤丧虽然也是去年的歌 但是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凤丧这首歌对我来说 是有个特别的存在 首先呢 是我的男主剧 第二呢 就是 是我唱的 这个歌 所以呢 就 它的意义会不同一点嘛 所以我说 那就一个凤丧 加上一个热达滚烫 两个串烧一下吧 串烧一下两个歌嘛 挺好 然后我就去了嘛 去了该巧不巧 我跟你说 我临去前五天 前六天 突然开始感冒 我突然就开始感冒 当时是咋呢 因为前几 那几天的时候 那几天是穿的那个铠甲 带着面具 带着帽的 你们知道我的造型 我就开始拍打戏 打完之后 浑身都湿透 你想横电这个多热呀 湿透之后呢 我就马上去吹空调 我开始觉得没事 我觉得很爽 因为我每次到 一到空调底 我就好爽 我的天哪 我想使 我喘不出来的气 但是一过去 就觉得很爽 结果感冒了 热伤风了 结果直接感冒了 感冒了 我那一阵 结果很难受的 有的时候 因为我很 因为我很久 就是我一年 其实感冒的次数 少之又少 我一年可能就感冒 一两回都不错了 然后呢 这次就感冒 赶上了 就感冒了 你们有时候看路透 你可没事再醒大鼻涕 没事醒大鼻涕 没事打喷嚏 那纯纯的就是感冒 而且这感冒神奇在哪呢 一周了都没好 一周了 因为我知道一周之后 我要去参加618了 然后呢 他足足 我因为感冒这个东西 其实 最多是我的认知啊 三天不好 四天好 四天不好 五天咋也好了 但是已经七天了 还没好 我当时就临近了 我就有点懵了 我说我的嗓子就是一说话都囊囊鼻子 然后我还要去 我还要去那个啥 我还要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参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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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618晚会 因为我作为一个歌手 我又对我自己有一个小小要求 就是得增唱 我去了又得唱现场 但我现在感冒了 而且现在大家好像这个大众 对歌手的这个要求很高啊 因为一档综艺节目 让大家对歌手的这个唱功要求很高啊 动不动就干啥呢 动不动就把这个歌手唱的干声拉出来 然后放入软件来看他的音准 这玩意儿对我来说就 我倒不是怕唱现场啊 因为我是喜欢唱现场的 因为我唱现场才有感觉 我录音其实没什么感觉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这不完了吗 你是我刘亦宁 我好不容易从剧组拍了一个半月戏 我很我很想出来溜荡一趟 我来参加个晚会 我露露脸 我拍点商务照 我帅帅气气的 我到网台 到这个舞台上唱两首 我所喜爱的歌 和大家所喜爱的歌 我自己的歌曲 留下一个美好的舞台 美好的画面 挺好 这家伙感冒了 我就很难受 我非常之难受 我这咋办呢 到时候 我再不再和唱吃了 直接给我干一个热收 刘亦宁 难听 这不完了吗 你说我咋整 我以后在OST这个行业还昏不昏了 我以后还结不结活了 我还耽误到爱情报案了 我当时就脑袋脱脑风暴 想了好多东西啊 我当时光光想啊 我这咋整啊 直接给我干刘亦宁 难听 就把完了 所以我直接我就啥呢 我当时就很恐惧 而且那天晚 那天就是 他是 我是6月16号 到的长沙嘛 17号就演嘛 我6月16号是早上起来 8点钟起 8点钟化妆 拍了一天的戏 拍到下午了4 5点钟 然后呢 我就直接去往宁波机场了 从机场飞到长沙 落地之后呢 直接去彩排 落地之后 我就直接去彩排 你像我白天拍的一天戏 我给我改一趟飞机 我落地就彩排 结果当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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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去了都得彩排嘛 都得去彩排 彩排完事呢 当时就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上去要试麦克风的 你嘎嘎你到的 你要试麦克风 你要听听你的监听 和你的人声比例 歌手 因为你要上现场了 你需要去测试一下 我当时直接就去了 这样 对对对 晚安静时到日常 美目透 事成风霜 奈何苍 前见影曾 此去心苍茫 金云豪昌 风上 为远去倒 我生了只铁郎 一亲并肩不跌宕 看楼梁在尽头 差时燃天光 莫怪阳天的心狂 风上 为月蓝牵 那万千云温少 也计指取对不忘 却依然缺帅 过日晚霞 待到不然回首还无恙 当时彩排就这个状态 因为当时第一是我感冒 第二我熬了一天 我长得状态非常的差 去了之后呢 我还尽量在舞台 我明明知道有几个 就是高音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 没控制住了 但我还要假装镇定 我当时就在台上 因为彩排嘛 我得假装镇定 我说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 拿麦克风不在台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 我给自己招吧 我再试一遍 我有可能很久没上舞台了 让我再试一下 故意在麦克风里嗑两次 不好意思 就暗示人家我就感冒了 这不是我刘亦宁真实水平 你们千万不要说 刘亚爸爸会请我来 你们后悔了 我今天晚上 我当时我就 然后第二 第一遍完事嘛 完事第二遍 我说那个 然后那个导演上来了 说那刘老师 那个走位走完了 你要再来一遍吗 我说我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那个我再 我再试一遍 我再试一遍 好 第二遍 我跟你讲朋友们 我脑袋里 我脑袋里就放了五个字 当正式演出 我一定得好好唱 因为前面第一遍 我确实也是没有说认真的好好唱 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要试试那个音频比例嘛 我要试试他的远近 和他那个大在外边听到的东西 和我耳朵听到的东西 我第二遍 我就是脚袋进了 我今天我刘亦宁嗓了 我唱坏了 我今天晚上第二遍 我也不能唱词 负责现场 我肯定这个现场有这种 就是花钱混进来的这些粉丝 因为我每次彩排 现场都会有一些 就是花钱走了一些后门 混进会场的一些粉丝在里面 他当时你说听到宁哥唱成这样 他直接嘎脱粉了 一般能花钱混进场里边的 虽然咱们说 从咱们做作为艺人来说 这块是不提倡的 不要去走这种不正规的渠道 但是也证明了一点 要不他有钱 要不他这个印象一日 就是还是就是 有一定实力的粉丝嘛 当然每一个粉丝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我当时就怕你当时你一听 说宁哥原来现场就唱这样啊 算了 脱粉 我不怕这个吗 所以我第二遍呢 我就想说我今天晚上我留意你 我这个嗓我唱牙了 我明天现场唱不了 我也好好唱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天好像就这个造型 就戴这个帽子 就戴这个眼镜好像是 所以人就是这样 人需要找自信 当我第一个高音唱上去了之后 我后面就很轻松了 我后面就是有信心了之后 后面就基本没太吃了 但是那天确实是状态不太好 那天确实是状态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说 第二天我回就啥也不敢 我洗个澡 我嘎我躺床 我就好好睡一觉 我第二天因为我 我那个617那天 我得唱现场 别到时候直接嘎给我 整个 你不是嘲讽我也犯不上 我在歌手这一块是 我在歌手 做歌手这个行业的时候 嘲讽是在5年前 也可能是3年前 但这近3年很少有人 很少很少有人在歌手上 在唱歌这件事 对我就是大面积的攻击和嘲讽 这是实话 5年前的时候 大家认为我是网红 所以我一唱歌 我说是歌手 他说你啥歌手 你就网红 但近3年很少有人来否定我歌手的身份了 因为近3年都在否定我做演员这件事 所以我别行事 我回头 去唱歌歌 把我演员也给我否了 把我歌手这个身份也给我否了 就是够连带的 因为现在在否这个演员这件事 在给我歌手这个身份给我刮了 最后说你也不配 你留意你根本就不配当直播做主播 我连直播这块都不要我干了 都只有我不配了 我就怕这个连带给我刮了 但那天总体来说 我其实不太满意 因为确实没唱好 那天奉上第一首歌的 第一个副歌的前两个高音不是很稳 而且有一个是跑的很大 跑掉了 确实那天有几个人跑的非常离谱 这是第一 第二热辣滚汤那首歌 我第一次唱什么 第一次唱现场 我当时我跟你说 那天是啥呢 我那天真的有点紧张 我平时我真的不紧张 我参加这种晚会的节目 我基本是不紧张的 就是不是那么紧张 但那天我是真紧张 为啥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状态不好 我的嗓子状态非常不好 所以我知道第一首歌 我没有唱的特别特别的稳 没有唱的特别特别好 唱的一般 那我想说我第二首热辣滚汤 我稍微往回找一找 结果急功近利 尽早了 我那首歌拍的尽早了 那天我跟你讲 我这个代舞台上 那个内心的波动 这个地方我还给他忧郁呢 前面这个 就这个 我当时是 当时是给我设计说 往舞台后面走 他就说 林哥 你前面那个风扇唱完 你就往回走嘛 然后当时我还在设计呢 我说我走到 快到结束的时候 我把双臂张开 就有一种拥抱阳光 拥抱未来的感觉 当时我这设计呢 我心里我第一首歌没太唱好 我第二首歌往回找一找 我咖 这个前面那个前奏 一响 上劲的朋友们 李氏总 一转身 造极了 小时候的梦想 不是做科学家吗 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呢 我一想晚了 今早了 小时候的梦想 不是做科学家吗 今早了 当时我脑袋一蒙 完了 完了 前面造型被熬了 直接白熬 完蛋 垮掉 进早了 你说这最基本 最低 非常低级的一个东西 进早了 进完之后呢 我想怎么办 不管 假装没事 怎么办呢 在后面那一段 我故意做一个切分 看看能不能骗过听众 骗过 只能说骗过现场的听众 骗不过这个 后来复盘的听众 肯定是骗不过的 我当时就这样 你看 进早了 你看我现在进的就是早的 我后面就是在 后来为什么 后来为什么 没做 我忘了 当时做了什么切分了 因为现在 他已经有原唱了 所以我没做 我形式当时就是什么呢 我前面尽早了 我后面做一个切分 故意往后拖一点 让你觉得 那是我故意 现场设计的 当然那个举动 只是说在你本能演唱的时候 你只能骗过现场的观众 但你骗不了复盘 所以再次听你这个歌的观众 有朋友说 您哥 我以为你忘词 不是忘词 我是纯纯什么呢 纯纯是激动了 那天 第一次激动 第二次真是紧张 第三我知道 我最重要 其实我知道 那天我嗓子状态不好 有感冒吗 然后呢 我就怕唱词了 我真怕唱词了 所以那天 那个 其实心态并不是如此 不是那么放松 但从第一句唱错之后 后面基本开始放松了 因为 再擦眼就这样了 我就怕管他跑出来了 我彻底放松了 我第一个尽早之后 我就紧张了 大概三秒到五秒左右 我后面就很放松了 所以把那歌唱完了 就这么个逻辑 不过的微微缩缩 希望得到什么 就勇敢追 可自相 尽一次 这一回 我也不愿后悔 人生啊 只有一次吧 那就算了 不用重来 我就自己修改了 修改成我想的样子 小十字啊 开始最新吧 我明天的半教室 会在被大时的天气 有没有应援怎么样 应援挺好的 那天应援真的给我 怎么说呢 我也可能就是最近 总在剧主拍戏 也没怎么出来 直接给我喊耳鸣了 直接给我喊耳鸣了 当时我真的 我当时就太吵了 你们喊太狠了 我这不是完之后出来 说跟你们把信收一收 打招呼 打招呼 然后结果这下给我喊了 我耳鸣耳鸣了 我上车之后 我就是感觉耳朵里 一直 我挖不动了 你怕吗 我怕吗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怕啥呀 没怕不怕 就是我是怎么说呢 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我在前面走 你们都默默地 把这个信息生出来 这我才该怕呢 这很热情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爱确定啦 我爱你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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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哥你618唱错词了 你刚进来吧 小伙 你刚进来 我刚才讲了 大概有个 有个15分钟左右 我这个618 这个去参加这个 京东 第一个奇遇 和我整个心路令城 和我整个内心 所有内心的这个 心理活动 全部都采出给你们 你看现在我讲完了 你跟我说 你618那个忘词呢 来晚了 一会儿回头看看回放 我来晚了 有点 没听到 一会儿回头有那个啥 有那个 这个回放 你可以瞅一点 去看看 我说了什么东西 好不好 现在播到几点 我播一会儿 差不多就下了 因为明天还有一堆戏 因为这个剧 我这个戏分挺重 戏分挺重 然后戏也挺多 而且每一场都不好拍 因为每一场都很不好拍 很复杂 当然我觉得 做任何事都 你就要付出 足够的努力 你就会有回报 多少不知道 但一定会有回报 所以虽然这戏确实很累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 OK的 我是没事 如果您个残女 什么时候能上 残女啊 残女最近是 找我去配音了 找我去补配音 就是她 她就先 我不知道具体的故事 但是在我演员 这个层面的话 她让我去配音了 就要补一些 就现场没说好的词 或者是要改的词 就要补一批配音了 是这样的 但残女呢 我确实没有多少场戏 我大概就200场左右吧 你想我残女才拍了一个半月 残女拍了一个半月 我戏份不多 而且那个戏本身 她也急速就24级 那急速也不多 所以呢 那个 所以到时候 大家就上的时候 多多支持 多多收看就好了 因为前两天那个谁 前两天那个子文 那个子文姐 然后她那个啥 她配音的时候跟我 还给我发消息 她说 她说那个啥 她说残女你配音了吗 我说没有 我说告我去 我还没配呢 她说挺好看的 她那个啥 她说 她说我看给我乐坏了 感觉好有意思 我说是吗 我说是吗 那个咋样 我说我演的咋样 我问题是已经配音 看到这个剪 剪出来片 没的配音去了 我还问她 我说我怎么样 那个我演的咋样 我演的行吗 她说 那个行 那回头咱们就说 我配音 我开玩笑 你们别当真 我直播内容 就开玩笑 你们别当真 我问她了 我都演咋样 怎么样 好不好看 挺好的 挺好 都挺好的 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觉得咱们拍戏 那个时候也挺有意思 然后她说 拍戏都很开心 挺好的 我说行 那我就挺放心 然后到时候我去拍 我到时候配的时候 可能就看看 那么好看 要给自己情歌利样 只要在故意 就要给自己奖励 随便选个日子 放一个家 四月二十九 四月二十九 和七月四八 从此就是我自己的天日了 此生我也可以 不复的微微索索 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 我不是粉丝 我不是粉丝 我就正好刷到了 能刷到都是缘分 来的都是客 我跟你说 关我们中国就十四亿人口 咱们就是茫茫人海当中 我跟你能够相遇 那是什么 是纯纯的缘分 纯纯的天注定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编 万年修得你刷到我直播 你想一想 这个缘分得多狠 修一万年才能刷到我直播 这纯纯就是注定了 所以此时此刻朋友们 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 关注一下我的信号微博 谢谢各位了 就朋友说 我是你黑粉来着 你属于在我自首了 你是属于在我的 就是当时就自首了是吧 我觉得是可以的 黑粉就是 算了 我如果讲一碗上次的事 再讲一遍没意义了 你看我上一次直播 礼拜五 我跟黑粉的一些约定 你回头去看一看吧 没有样子 就是一次啊 开始追星吧 我面前的宽敲室 会在奔跑室内点击 让我站得扔到 你想吧 这一辈子我来写定了 有没有说三十年之约 是的就是就是我上一场直播说了 我说一个一个我一个黑粉能孜孜不倦的一只黑我 就是只要他坚持黑我 坚持黑我 三十年之内他总有一天 会爱上我 纯纯的你信呢咱们就走过去 现在我要好好珍惜 等快乐就有意 怎么活我 有没有说老大你上热搜了 不是什么黑热搜吧 我没说什么呀 我今天没说什么不好的吧 雨色照闪眼 坠落间闪眼 绕了心几圈 散烟雨满过 彼此相交的视线 呼吸 坚缺 雨花雨断线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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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让你我几遍 忽然 忽然 似说 婆婆 你说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那个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 开了这么长时间吗 因为我没找到我热搜在哪 我没找到我热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 the sea you shall It's your God in love You soon don't die It's your God in love 人生啊 你看朋友们是这样的 总有人说 说刘雨宁这个人心眼可多了 他这个人啊 我跟你讲老鸡贼了 他那些项目都是卡卡 就是在酒桌上陪您这个 给您唠嗑 就是把活就唠来了 你看我就这个智商 我在直播间都能被网友所欺骗 我这个人都很容易 被电诈所欺骗的那种的人 电话诈骗有的时候都能骗到我 所以我怎么可能有那个脑子 去搞来我的资源 搞来我的工作 所以人这个东西啊 千万不要从别人的耳朵里了解一个人 你从什么从哪呢 心 从心去了解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有一句话的台词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 就不要用眼睛 那个台词是这样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一个人 就不要用耳朵 要用眼睛 但我觉得还不够准确 其实应该用心 因为眼见都未必为时 在这边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little skin i'm waiting and feeling the light i don't need the light to see you 肩膀有点似 会不会有点似 不是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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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背 放松一下 何时发短辑 不敢接这话 短辑这个东西吧 真的都不好懂 短辑是不是不好懂 不着急 你问我何时发短辑 我回你一句不着急 只要我不在乎 就没人能够伤害我 只要我不在乎 还不打算发吗 是没弄好 没弄好 其实有很多歌在两年前就已经做好了 但是一直没发的原因就是 没够 我起码得凑个十首才能发吧 现在凑不上 现在我有时候听到歌 我就是听着就是想吐 demo 我说听到demo也是想吐 也太多了 因为都选不出来我喜欢的 就是也不是说跟自己的审美没关系 就是听太多了就可能有点麻痹了 想问自己麻痹了没 全世界只有我来安慰 全世界没得要命一身就却探紧愿不懂些 我说阿里阿里阿 全都阿里阿里阿 有风说再不发就过时了 是不是有道理啊 我说那个有风说 宁哥你歌再不发就过时了 我真的好想偷偷给你们听一点 因为你听完就知道他过不了时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他 他不是当下时代的一些歌 他就是过不了时 听一下吧 我不可能给你们听了 这是不太能听的 如果是明天后天发 我给你们听一点前奏 我听个四小节 我觉得或者听一点东西是ok的 但我专辑 我空空在直播间给你们放了 那 那这专辑谁来买单呢 对吧 我告诉你啊 咱直播间有一个小伙 一直在那说你热搜多少多少 你再给我刷我就你骗我 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啊 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 我可以不上热搜 我可以就是很糊 但你不能骗我 好不好 你不能骗我 你不能骗我 我可以胡 但是你不能骗我 我可以不红 但你不能欺骗我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可以不上热楼 你不能骗我 我可以不上热楼 我不敢 我可以不上热楼 我说宁哥 你专辑多发几张 否则我抢不到 专辑目前没打算做实体 当然可能就是 不做实体先 我后期可能会发一张黑胶 后期可能会发黑胶 就跟我第一张专辑一样 但是前期你在收听这一块 基本都是 不可能都是免费的 免费让你们收听的 我的专辑免费这件事 是之前对你们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的专辑是免费的 你们就听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那啥 后期我会发一张黑胶的话 然后你们去购买一些黑胶 也是也可以的 但是确实我不想靠黑胶 说赚个多少钱 确实也没必要 我也没到那个份上 否则 算了 不说了 我就不靠这个东西 说挣你们一笔钱啥的 没必要 黑胶可不可以不限量 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再说吧 其实限不限量 其实 就是看想要什么的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不限量 你说那就得提前预定 预定定了多少张 我们就做多少张 就是根本逻辑 其实和限量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你的剧本 用刚好的决定 等待你下次 转身 想越过世界线 我说老大 你为什么在机场不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不跟你们说话 说了吗 我说那个 靠边靠边靠边的 我不跟你对话了吗 我没说靠边吧 我开玩笑 我都说 别挤别挤 行了 别挤 知道知道 别挤别挤 这不跟你对话了吗 多真诚啊 发生内心的告诉你 从心里说出一句话 别挤 有几个艺人 可以跟你真心相对 跟你真真切切 掏心掏背的 跟你说一句实话 有几个人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说 别挤了 是真的发生内心 无限的呐喊 别挤了 没有是这样的 因为啥呢 因为我现在 基本是啥呢 都在剧组里 而且我跟你们说 一个逻辑就是 我基本 比如说 我今天晚上收工了 今天我是12点收工 比如说我第二天 要走 要出门 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活动 我第二天 一定是早起的班 在剧组 因为我一定要早起 去化妆 然后拍 拍一天 因为你这个东西 跟你们上班 其实有很多东西 拍戏和上班是不一样的 不能这么说 我就说 我就说 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明天早上拍戏 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做第二天功课 我去了之后 早上开始化妆 化完妆 很早很早化 化完就开始拍 拍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很投入 投入完之后 你要收拾收拾 回去洗个脸 马上就要去机场 为什么我 我之后都一直 比如说我飞到所有的地方 我都要走VIP 不是我有钱 或者不是我炫富 是我真的想趁那个时候 睡会儿觉 因为我基本落地 就要去彩排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中午起来 我可能能睡一个觉 中午起来开始化妆 很早开始化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 需要看我那个工作室 发的那个形成图 所以你们看那个形成图 其实是我很早 也不是很早 可能要提前 提早两个小时起来 起床 洗脸化妆 化好了之后去拍 拍完之后等他们修 然后我晚上演出 大部分我的演出是演完 我直接就要坐飞机 再赶回来 我基本到横店 都是凌晨两三点了 然后第二天 我又得开工 所以我说的逻辑 不是说我怕我累 这不是我的逻辑 我不是怕我累 是我怕我不能 以一个好的状态 去拍戏 因为我每天这张脸 要面对镜头的 本来就丑 本来就长得一般 我第二天特别憔悴 而且词状态又不好 演的又不好 词又记不住 然后脸又垮 那么当我当我 就是我觉得 那会让我很难 很难过的一件事 所以我最近就是 我就想在路上 让我好好 我路上的路途 让我好好休息 我打发在车上 我在睡觉 我就是到了那 我也不需要去想任何事 我就迷迷糊糊的 然后等着我上飞机睡 一点落地了 我又开始彩排 就是我有个休息时间 是这样的 我又开始彩排 朋友们 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 我隔壁 我没猜错应该是打起来了 这样朋友们 我放个VCR好不好 我这一块我给你们放个VCR 然后你们当时就是等我一下 行不行 你们等我一下 然后我去看一眼怎么事 真的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 不要走开朋友们 此时此刻没点关注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这个时候我去瞅一眼 我去瞅一眼看那边怎么样 刚在年轻人现状 我给你们放个VCR 你们等我一会 别着急 我的善恶观就是会 那些纯纯就是人知 人知初他就是心里就 丙太 我的金钱观 凡是有人给我借钱 只要提借钱直接花费 我的爱情观 你是广告女子了 我是广告男 大家不合适 拒绝你了 我求知 鱼香肉丝里为什么 没有鱼 就像老婆饼里 为什么没有老婆一样 我冲啊 男人有钱一定要花男人钱 难道不花男人钱 等到他他把钱给别人花吗 当你花完所有的钱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听懂掌声 我的注意力 看这个电视上有 既然有汉堡 我发现是超炫穿辣 CP宝 口水鸡味的 好像不错 我上进 那个球 我大红大紫 线上吵架 打我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打 线下battle 别走人打我 求你了 你都不打我 从心惹谁了 火八卦 真的吗 详细说说 展开说啊 一定给我展开详细 好好说一说 我的脾气 我就 我就要去 我千万我能听到你的 啊 你们都控制我 我就要去 我的骨气 我表面上 我就就是 与人向善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实际上 我管他死我了 我的精神状态 但是我们一起走过了五年 五年 你知道我这五年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我的生活态度 我让你笑我 恨我 对我 对我 看不起我 我让你倔我 虐我 压我 压我 被害我 现在我 骗了 命了 发了 疯了 集中在我 怎么一杯欢迎 送了 没出夺 傻了 你傻了 傻了 我的素质 这种人我跟你讲 他死了 分头不着WiFi都没人去 我平时的智商 我对人时的智商 我在这里祝愿所有不理解我 为什么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些 那些朋友们 我希望当你们能有所竞争的时候 不要遇到像你一样的人 你跟我来做什么 别人骂我 你等会儿 我给你自己介绍帮你忙 上班时的我 下班后的我 别人喜欢的 小姐 一个人吗 来 我喜欢的 我是阳光开朗大的孩 阳光开朗大的孩 我的场子就为想 让你让你的最强 我的工资 我工资呢 也是一个月两千 我的饭量 我网购 我的学习能力 他 那个 我 我 你也是 唯一 的回答 回来了啊 没打起来 没打起来 咱在看天行剑呢 我和鲁丹君更新了 是是是 我家咱家这些 有几个啥呢 有几个挺好的朋友 总给我产出一些东西 然后那个啥 我有时候都能刷到 都能看到 挺挺好的 我都能看到 也感谢这帮朋友 自自不倦的 自自不倦的 有一些还有一些 包括一些给我画画的 给我画漫画的 有一些给我画漫画的 这些朋友们 就是就是那个 咱不说就是画的好与坏 这个咱不去说 因为都挺好的 我看都挺好的 因为我 我不会 但是呢 很多朋友是什么呢 一直就是自自不倦的 比如说我今天直播 我此时此刻再直播 等我下播 我的画已经出来了 哪怕是卡通的 或者素描的 或者是漫画风的 或者是什么风格的 都有 反正我基本有时候直播 那个 我一下播 那个画已经画完了 都在网上已经有了 都这样子 还都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觉得 他每一幅画里边 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 都是充满了爱 每一个视频 都充满了友谊 和尊重 所以在这呢 也感谢所有 给我做产出的 这些好朋友们 你们辛苦了 在这里 这是什么 一个人能孜孜不倦地为你铲除 这是什么 我想 这种感觉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了 那就是 团魂 就甭说你要下了吗 想得美 有我出现的夜晚 怎么可以让你如此早的 就去睡觉 给我熬着 熬阴晚 I'm not alive without you I'm not alive without you I'm not alive without you I'm not alive It's my heart 这种感觉 我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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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你拥有我 我听到你 有人说 有人说小宁 你被这么多人爱着 你可要负重前行啊 我突然觉得 我未来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且背负了一些人的希望和希望 所以此时此刻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我可能带着在场很多我的粉丝 或者在场在看我直播的 这些观众朋友们 想要当明星的那个梦想 我可能承载你们年少的时候 那种对未来的向往 不断地负重前行 有朋友说 我比较重哦 你还好意思说 你重你有理 所以负重前行吧 负你往前走 有朋友说 我说您个我是200多斤的灵魂 你光灵魂200多斤 你再加入体呢 可以 这样的女孩 踏实 啥时候开始的 今天直播 大概9点钟开始吧 现在播了一个小时 我看看播的段时间了 我跟各位说时间有表 播了一小时43分钟 怎么样 错过了吧 所以说朋友们 你此时此刻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新上微博 所以有时候不定时就直播了 有时候收工早就播了 但今天播完 估计还得等上一些时日 因为我还欠 我现在目前欠的工作有无数OST 还有产女需要补配音 这是我目前 接下来收工早要干的工作 无数OST和这个 刚才忘了一件事 没错 现在各位收听到的 就是来自电视剧 严心记的主题曲 叫做新悠悠 那么这首歌呢 不是主题曲 不好意思 口误 插曲 插曲 对不起 重新说一下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 就是来自 严心记的影视主题插曲 主题曲插曲 新悠悠 来自摩登兄弟 刘雨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题插曲 宇宝 监禁梦 监禁梦 眼前人如酒 风满楼 不已控谁知我 寻寂无踪 何处有朝落 而飞在 思念你的途中 年迷日悠悠 夜悠悠 朝身心相愁 无论何时休 迅速泪都空自流 迷迷对悠悠 错悠悠 过往也不求 我只要 尽数人的时光 全方 碰到是这样的 我不是对这首歌不熟 因为这首歌是我 近一年来 接的最神奇的OSD 就是三段副歌 旋律全部一样 所以我又想记不太清 它的每个段落 你们如果有细心的 听众朋友 我可以听出来 三段副歌 全部一样 全都不一样 所以让我就是 有一点模糊 我再索习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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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不好 多多支持一下 再给大家讲一下 有些问题 有些晕车 对吧 有些朋友说 有些女孩身体比较柔弱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坐一个长途汽车 我就容易晕车 然后包括看一下非常晃的画面 也会就是有点晕 但是是这样的 我唱歌的时候呢 这种动感的感觉 我教你怎么办法 有朋友说 我一晕的话 就吐一车是吧 你吐一车跟你晕没太大关系 跟你吃多少东西有关系 你嘎嘎 你一天没吃饭 我相信你吐不了一车 你就一小摊估计是 还是说你吃也多了 你估计吃多了 有点反胃吐的吧 跟晕车没啥关系 你少吃点就不会吐一车了 吐半车不行吗 你不能说 一晕一吐一翻抖的 就是你吐的也翻不上 对吧 翻抖的后面一抖的都是 少吃点 你看是刚才那个 灵魂200多斤那个朋友吗 我想说的逻辑就是什么的 一会你们可以试一下 我再唱一首歌 你跟着我的晃 你晃着看我 你不信你就试试 你拿着手机 手机可以立在那 你晃着看 你就一点不晕 你不信你试试 你要跟着我的节奏一块晃 好不好 你要跟着我的节奏 一块去晃 你就绝对不会有 这个晕车的感觉了 好不好 接下来唱一首 对同步晃 你就是你跟这个 跟我同频了之后 你就不会晕了 你不信你试一下 我看什么歌 能让你们晃起来 快歌肯定是不太行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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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气泡音 突然而来的气泡音 嗯 嗯 什么意思 那 接下来唱首歌吧 嗯 来一个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过一个评论说 刘雨宁直播有什么可看的 有一次我突然无意当中点进去 点进去刘雨宁直播 竟然发现这个男的说话气泡音 哇好油腻啊 你不觉得 怎么会油腻呢 你不会觉得 很好听吗 嗯 嗯 我说呢 是不是 有个我想听那个一个人的北京 一个人的北京我就不唱了 嗯 来一个什么呢 我唱一首 哦 哦 歌真的没找到 我不知道唱啥歌了 嗯 唱一个 传承 哎呦我今天嗓子不太行 我怕有点上痴了 就是有点影响我以后结果 我还有五首ost没录呢 到时候当时你说一旦有制片人 或者是他那个片的导演在我直播间 就给他看我直播 直接一首歌唱痴 直接就说 啊刘雨宁老师那个 咱们那个儿确实不需要了 咱这首歌就暂时先不录了吧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它会影响我的费 未来的一个发展和一个 就是一个收入 嗯 有首歌叫做 等风来是什么 哦 叫天空之外是吧 我最近听这首歌还是挺喜欢的 谁还在 听见眼睛开 你脸上 阴晴谁能明白 雨已经停了 有没有男版伴奏 男人的伴奏有吗 没有 人眼想吹得更要人 说想往大海 谁翅膀没张开 谁吹得后来 只能留下来 等到自己轮转后要回来 天空已空了很久 灯破来 季风吹向大海 不行 这女生吧 这这么一个歌都不好找吗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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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复杂吗 等下我找我的半奏库 这个歌好久没唱了 黑夜里末天大楼亮着 是这个啊 这个很久没唱了 这歌真的很久没唱了 来一点吧 嗯 黑夜里末天大楼亮着 谁眼神却熄灭了花火 看着你不顾一切挣脱 怀抱与温都结冰了 不自信我还能做什么呢 心死了人又该怎么活着 如果说相爱是一种结果 你答案不属于我 怪我太依赖 不离着对待 宠爱你像个不大的小孩 无数次贪玩 总习惯等待 天天见你累了就回来 我生挪活 我等于我自己的歌好久没唱 都没脸忘了怎么唱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等于演唱会的时候再唱吧 这个 等于演唱会可能得唱 卡了 没卡没卡没卡 麦克风坏了 麦克风 麦克风现在是 有点修修的问题 没事 麦克风有点修修的问题 没事 坏肯定是没坏 你们卡了 你说巧不巧 麦克风忘词的 好 好 好 你 好 好 好 按 al- assd al uh-al al-al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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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 熬夜送给在场的好朋友们 也送给正在熬夜的你 好不好 正在此时此刻正在熬夜的你们 这首熬夜 送给你们 咱们一块熬夜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 影响设备怎么样 但是无伤大雅 唱着玩好不好 一会儿朋友们 一会儿感觉到晕的话 跟我一起 晃起来 来了 分开了说好的 但不想见 简单点赶紧接 可走一遍 逛逛街聊聊天 买双新鞋 我天真以为 是新的起点 大半夜 大半夜睡不着 情绪更甜 一杯酒 一首歌 更人鲜 一幕幕一夜夜 肆意满热 只剩下黑眼圈 只剩下黑眼圈 我熬了一百天 比从前更想念 你走得那么远 我连影子看不见 在休息的地点 陌生的感觉 快要下雪 这份爱 终于它断了线 还好吗 一转眼 过了半年 你名字还笨在心里面 算了吧 把怪自己 傻得可怜 在无言时分 那孤单当纪念 我熬了一阵夜 想抱着你的脸 你最后说抱歉 把我困在这个圈 收集你的画面 指引不了我 此刻失眠 到明天 只剩下黑眼圈 我熬了一百天 比从前更想念 你走得那么远 我连影子看不见 在熟悉的地点 陌生的感觉 快要下雪 这份爱 我熬了一阵夜 想抱着你的脸 你最后说抱歉 把我困在这个圈 说机里的画面 说机里的谎言 只遇不了我 此刻失眠 到明天 只剩下黑眼圈 我熬了一百天 我熬了一百天 比从前更想念 你走得那么远 不见 不见 在熟悉的地点 陌生的感觉 快要下雪 这份爱 终于打断了心 只剩下黑眼色 你要下雪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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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夫 女 开 虚 你要 那 对 他的 FIRE! 我不唱了 咱们就聊我一天吧 聊我一天吧 确实劲儿不太够了 咱们说宁哥 戴米为何旷工了四天 然后戴米是去杭州那边 去待了几天 去杭州那边 准备要给他收拾收拾 因为他有点那个啥 他有点难受 戴那边检查检查 后来发现没啥事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就今天又暗时出宫了 是不是怀宝宝 没有啊 来 戴米 戴米过来 咱俩有一些 你的粉丝都要见你 你踩我耳机了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我给你找个 你出场的BGM 好不好 给你找一个 找一个你出场的BGM 你等一会儿 来 来 好 来 跟各位这个哥哥姐姐叔阿姨你们打个招呼吧 人家想你半天了 行 知道了 嗯 行 知道了 行 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你把我用尽所有的方式 才得到你的名字 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 在这都太可不迟 你拥下你的影子那么美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声音 有没有 有没有 Demi也盘串啊 没有 是我弄了一串让她帮我盘 这串是让Demi帮我盘的 因为她身上的油和这个 她就像这个毛盘串非常好 我叫她帮我盘一串 而且作为艺人来说 身上不是有点这种 就是有点特质吗 你见过那个 你见过狗 你见过狗坐下狗跳舞 但你见过狗盘串吗 没见过吧 所以咱们要走 想要在这个茫茫的这个 行业里闯出一片天地 那一定得有点自己身上独到的地方 你肯定没见过狗盘串吧 所以我就让她走这么一个特能的技能 就是给她立一个盘串人设 尊重一个新赛道 这个是一串 就让她帮我盘的 挺好的 你看 你看给她胖的 在我身上这样的事 我就让她这样 把腿坐一会儿 她都坐不住 她现在就开始喘出气了 你听 你胖子就坐一会儿坐不住了 我现在要说出我那个咒语了 朋友们 你看她的状态的变化 来 哥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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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什么反应 没有 你没看她一直开始铁舌头了吗 你看她已经开始铁舌头了 来 哥 长 她已经在预判自己吃起来的样子了 你看她一直铁舌头 来 哥 长 走吧 等我一下我给她来一根 我家狗就是别的不会香肠就是就一整根香肠扔给她她给你扒开吃 我家狗自己能扒成 扒那个皮 不用不用我给她伺候 表演一下 还用表演吗 你等会儿朋友们 紫 那 我 好 全他吃的 全他吃的 有过您哥不正不是你吃的吗 我就不吃的 因为这是宠物宠物那个什么 像头儿 今天的这么多没有 他在他窝的地方就吃完 他就放那个皮都扔窝里 这是应该是两三天的 他一天大概吃个六七根肠 五六根 因为他每天早上就去化妆间 去化妆间去 我跟你说每天早上就可是着急着 我一起床 我只要一起床开始洗脸 因为我每天早上出工 一洗脸他就在门口已经蹲好了 就在门口就在门的地方 就等着开门的那一刻 我还正在洗脸 他已经在门那等着了 他就准备一开门直接冲刺到电梯上 就去化妆间 然后他到化妆间之后 然后进去之后 我那个化妆老师就是第一时间先给他一根藏吃 吃完 他先第一根藏先不吃 先藏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屋 然后他再到那个大黄庄间 特别大那个黄庄间里边去溜一圈 去溜挡一圈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叼回一个鸡蛋 要不叼回个面包回来 旧的鸡蛋面包和香肠一块吃 这是他的早餐 他基本上第一根藏先不吃 然后过去叼面包 有的时候有鸡蛋 他就鸡蛋当时就吃了 没有鸡蛋 他就掉个面包回来 面包香肠一块吃 就是这样的 这一会儿 来吧 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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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哥 我们上海这个 那个粉丝粉丝群 然后聚餐你来吗 我就不去了 你们吃你们 你们玩你们的 好不好 我看最近有很多 这个咱们地方的群 就是大家组织说 大家这个组织一个聚餐 啥的 挺好玩的 大家在一块挺开心的 然后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 我不去的原因 是因为啥呢 就是我不想跟你们 挨这份钱 我有这个钱 我自己给家吃 你们玩吧 我就不去了 吉林也几乎聚会了 是吧 行 大连也聚会了 可以 把你们自己 自己开心就一块玩 但那个什么 我说您哥你来了 免费去免费吃 就是意思 比如打个比方 有一个地方 然后咱们家粉丝团说聚会 大家把这个钱A了 说包一个小餐厅 然后大家在里面玩 然后说把我邀请去了 这一块我去的话 这我就不用跟你们A这个钱 对不对 是一个字吗 我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 我不去 因为是真的是 因为我不想贪这个小便宜 不是说我不想去 我是想去的 但是我真的不想贪那个小便宜 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来买单 我去买单当然也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因为宁哥 你们知道宁哥不抠的 对吧 我对粉丝都还行 就不是特别抠 那我就不去了 我去白痴 我都不去 你更何况让我去买单 你拿我当什么了 啊 很多朋友不都说 这个叫我宁宝吗 让我去付款 你是打我当这个支付宝了吧 你让我去支付啊 所以我要支付宝 你不说 你不说宁哥 你的团魂呢 哈哈哈哈 就是平时可以跟你们讲团魂 但一到这个聚会买单的时候 这个团魂嘎 失笑了 你是这意思吗 你是在点吗 我是不是 这地方就看人 就是事上见人品了 对不对 你这个我跟你说朋友们 你这一招 纯纯叫做道德绑架 我告诉你 你纯纯属于道德绑架 没事 在请粉丝吃饭的这个道德上 我放弃了 我放弃这份道德 好不好 我就只 就是一个 我叫这叫什么 我放心 在这个地方道德 我就不遵守了 有朋友说 你这抠搜的 跟抠搜没关系 这东西跟钱这没关系 要命 没有 跟钱没关系 打个比方 这个时候此时此刻 打个比方 我随便拿个地方距离 比如说北京 北京咱们家北京粉丝团 说聚会 说宁哥我们要聚会了 说宁哥 好行 你们聚会是吧 好宁哥就给你单给你买了 今晚刘公子买单 我给你买了 这个时候 沈队 沈阳那边不干了 什么意思 宁哥 北京粉丝是粉丝 我们沈阳就插一层了 我说行 OK 沈阳这块 刘公子买单 买完之后 单中粉丝不干了 所以就这么搞的话 就还不如咱就一条线扯平 咱就公平 全都不买 你们自己买吧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朋友们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是很难一碗水端平的 所以我已经尽量端得很平了 要不 我跟你讲朋友们 要不 有一次是啥 有一次是我直播 我本来想搞一些东西好玩的 比如像什么好玩呢 就是 我现场连线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好 我觉得直播内容要做嘛 所以我就现场连线粉丝 我就想做这个 而且我觉得我有能力去跟他沟通 哪怕今天当时连到一个黑粉 哪怕今天我就是随机抽中一个粉丝 他刷屏 我连上他了 他这个黑粉 他上来给我俩 就是给我俩辩论也好 他要是给我对骂 他要是上来就骂我 那我肯定给他拆飞 他只要他开始跟我辩论 我有这个信心 跟他能变个半个小时 给他变成我的粉丝 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之前是啥呢 之前 就是我有的时候是想要去连 连个卖啥的 在家有帮朋友说 了大别脸 别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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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呢 因为是连别人没连他 他不开心了 我连到别人的时候 我打个比方我连到A粉丝了 这个B粉丝不干了 老大我告诉你 我可是买了你四箱奶的一个粉丝 怎么 四箱奶的粉丝就不是一个粉丝的吗 就不是奶粉的吗 我这一码 谁也没连上 谁就说是啊 老大 我这一块呢 你宝曼兰朵 我可是买了一个项链啊 你这一块就是怎么是 区别对待吗 行 我以后不买了 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个 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这个攀比心 所以我就 咱就一般嘴端评 全都不脸 如果什么时候 咱那个攀比之心能下来 朋友们咱就这样 我就是每场直播 抽取几个幸运观众 咱们就上来唠个课 咱就可以聊聊说 哪怕你想跟我俩聊点啥都行 说你这生活上有困惑呀 或者是你对我这个人 有什么建议呀 或者有什么想法呀 咱就真可以聊一聊 咱就玩嘛 对吧 是这样的 我觉得做直播也好 或者做什么东西来 哪怕现在我是一个艺人 可能就是大小不算明星 但是是个艺人 从艺就是 就是这个从事这个艺术工作者吧 现在就是唱歌也好 演戏也好 我都想就是把这盖一行 就爱一行 包括包括我又重新装了个直播间 回头你们下次再有机会直播 我那个直播间装好了 你们就知道 我这个是一个新的直播间了 所以我想说 哪怕说在直播内容上 我也想给他做的好玩一点 就比如说做个连线啥的 我觉得有这种互动 反而是这个是这个直播的一个魅力 自可以做一个的 你要互动 你看刚才公平行有个朋友就在说 宁哥我要互动 我要互动啊 这个时候如果当时他非常的亢奋 他要互动 这个时候这一晚上没选中他 你说他会不会失落 他会不会难过 他会不会因此 脱粉回彩 咱们这个娱乐圈有一个江湖绝学 令所有艺人文风尚胆的一个绝学 叫做脱粉回彩 我告诉你在这个行业里艺人没有一个不怕的 无论你是再大的一个明星艺人 你是演员歌手 就怕这个武林绝学 谁都怕 咱现在不用说别的 我刘雨宁 我此时此刻这么说 有很多朋友给我就是 比如说给我拍路透 说有的时候在剧组拍戏 有个人卡拍到路透 他就上网去买 他上网去买 比如说这个路透卖这个10块钱一张 他买了10张 花了100块钱 花了100块钱之后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个路透当中的我 但是他当时 此时此刻打个比方 现在是2024年6月28号 他觉得刘雨宁小伙挺好 他看到这个图 他有粉丝滤镜 他嘎嘎三下五除二用美图袖袖 或者是什么萌拍 直接给我来一首特效 弄的白白亮亮 就是嫩嫩帅帅的 发到网上 或者发到某一些什么 小视频平台 发完了 OK 打个比方 当他6月29号的时候 我当时打个比方 就今天 我说接下来呢 我找五位粉丝连麦 这个时候 买我10张照片 这个女孩今天没连到 生气 生气了 就是今天他就想 他觉得我想跟刘雨宁闹两句 因为我就觉得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 这个时候 这五个粉丝没连到他 6月29号 就有10张 生图出来 而且是纯生 也可能就是 纯纯生 直接他把他美图袖袖之后的 和这个生图两人放一块对比说 这就是你们认识的刘雨宁 所以真的是犯不上 有朋友说生图也好看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的你是有粉丝滤镜 我告诉你一个逻辑 这个行业里所有的艺人 没有一个艺人 他没有丑图 你说一个 你如果你现在脑袋有一个人名 打个比方 此时此刻你脑袋有个人名说 这个人长得很好看 这个人名 你立刻去搜 谁丑图 你看有没有 你不要在我公平里打人名 你此时此刻去脑袋里想一个 你自己去搜 没有人没有的 所以有朋友跟我说刘雨宁你很帅 那都是有粉丝滤镜 我帅什么呀 根本就不帅 所以我也怕 所以咱还是下次别脸卖了 但是我希望跟朋友们 就咱家现在此时此刻 我相信在看我直播的 我直播间里有大部分 大部分80%是我的粉丝 我觉得是这个逻辑 我直播间现在80%的粉丝 咱能不能从今天就是 撒血为盟 有一天你脱粉的 咱能不能讲究 不灰彩 你能不能答应我 就是咱们就有一天 此时此刻 24年6月28号 咱们签订一个协议 就有一天你脱粉 咱当中就不回彩 你能不能做到 脱是可以脱 咱们第一次不回彩 能不能做到 我现在手上有血 是文字写 撒血为盟 我刚才就是已经游了 没想过这事啊 这是第一啊 第一是脱粉 别灰彩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可能是上网 买了一些我的路透 咱能不能就是能做到 就有一天你脱粉了 这个路透 你直接把你的油 把你这个 这个直接就格式化一下 就可以吧 把你的肋损卡 格式化一下 好不好 答应我 谢谢各位 咱能做到 咱们就君子协议了 有吗 我说 宁克 去哪买路透和生涂 你就 你现在 你就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 你千万别去买 你 你此刻能在我直播间问出 老大 在哪买这个路透和和这个生涂木 我就通过这个屏幕看你打了个文字 都能看到你清澈的眼神 你这样出去容易被人骗 你别到时候就是当时框框你上上网去买 结果给人骗了 我就通过你打了文字就能看到你清澈的眼神 你就研究出散的光那种的 都是偷的单纯二字 别扯了 别扯 别琢磨那个东西了 你就没事上网刷视频能看到 就看看 从我看就行 别去买了 主动消费 这个没必要 有话说您给我 有你的黑图 我就不格式化 我卖给你 你现在说的话有点违法了 我跟你说 你是法王吗 你啊 你是要敲诈我 林哥啊 我手里有一堆你的丑毒 你现在马上给我赚二百块钱 否则我就给你法王 我手里有一堆你的丑毒 我说宁哥 你十年后 会不会直播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十年后 未必会演戏 但我十年后 应该是会直播的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你做演员也好 做歌手也好 你可能都会有一天 被时代所淘汰 被人所替代 但是做直播这个东西 是我个人想做就做的东西 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件事 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一件事 只要给我一个平台 只要新上微博 能让我播 我就播 对吧 就是这样的 我只需要一个平台 我自主的去做这么一个件事 但我要拍戏的话 是别人找我去拍 我是被动的 我自主的去拍戏 然后喷喷拍拍杂志吧 杂志 就是我没时间拍 我也觉得 太丑了 没有资格上杂志 您哥你要蝉联十年的直播king 直播king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好行动 我尽量蝉联好不好 我尽量做到朋友们 我尽量 我尽尽量量 垄断直播行业 那也倒做不到了 我只能垄断我自己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直播搞好就行了 我垄断不了什么直播行业 我说您哥 十年后你做一个直播性的营销后 涂啥呢 我都说了 等我六十岁的时候 就是 是六十岁 还七十岁 我忘了 把我这些年做艺人的所见所闻 都给大家分享 天哪 六十是吧 我做的是六十是吧 小朋友老大 拿你的生图去可以换到你的兔鲜吗 拿我的生图 就是 您哥 我这张卡里啊 给你十张生图 我想要你一张你的兔鲜 可以吗 我希望你在这张兔鲜上写 某某某 最美丽 他这人首先怎么呢 他以他这个东西啊 他这个行为规避了法律上的一个 就是 制裁 因为您确实没有说从中获利 或者涉及到一个大金额之类的 这个我确实不太懂 确实说没有说 纯纯的 这个不太懂 我觉得就不涉及 就是犯不上说 告一告 但是他这个手段呢 就让我有点就是难受 但是我通过朋友们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每个人的门字啊 都能汇成一张脸 我刚才说了 刚就是我能想象到 就是通过你们打的文字 我就能想象到你的脸和你说话的声音 比如刚才那个朋友 就是他 他的脸我已经给你们形容了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 透露的清澈 他是这样说的 您哥 我想把你的生铜和鹿头在哪头买啊 他是这样的 他一定长成刚才我那样 这个人呢 刚才这个人 他在他所有的 这个文字当中 已经透露了他的长相 他的长相一定是这种的 小宁啊 我要是用你的生铜 想要换你一个图牵 可以吗 他一定是这样的 阴险九杀的 朋友们 他一定是这样的 太假瘾了 你自己 刚刚那个朋友 你自己先照镜 你看你应该学像不像 我自己呢 我现在是要看你一个图牵 我现在就看到你 我现在呢 跟我的心想要对 you 你自己的这样子 我现在就看到我 没有多虚拟 不像是 听见的 听见的 如今 遇见了你 遇见 问我自己 是老如今 您哥 我的眼睛合上是你 我老师看到了 我猥琐吗 就是通过这段文字 这个朋友已经让我去 让我去分析一下 他的长相了 和他的这个 说话的一个状态 他刚才通过那段文字 他说 您哥 我的眼睛 眼睛合上是你 然后还被我老师看见了 你觉得 我猥琐吗 你一定是这样的 您哥 我老师看到眼睛合上是你 你觉得我猥琐吗 你就照一镜 你是不是长得一样 你告诉我 就那种单纯当中 又带着一些真诚 那个真诚当中 又有一些可爱和天真 就是这样的 你就照一镜 你看 你一定是这样的 有朋友说 您哥 你去披荆斩棘吧 哈哈哈哈 您哥 你去披荆斩棘的 姐姐还是哥哥 披荆斩棘哥 是吧 披荆斩棘的哥哥 是这样子 朋友们 我当时啊 当时是 前一镇是啥呢 前一镇那个谁去了 一泽去了 一泽好像是 去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了 我听说是啊 我不是听说是啊 因为他 前一镇给我发消息 我们关系不是很好吗 就一泽你们可能是 我这么说 你们可能是反应不过来 谁呢 就是前昭 我是宁远舟的话 他是前昭 我这么一说 你就明白了吧 他 他前昭去参加披荆斩棘哥哥了 好像是 然后跟我发消息说 说您让那个啥 我去那个 我去那个参加披荆斩棘 你能不能说给我录个那个 ID给我加加油啥的 他叫王一泽 对吧 一泽 我就一般叫他一泽 前昭 然后呢 他说你那个啥 能不能就是 那个给我录个ID 就是我说录啥内容 他说 你就去给我加油 你就咱俩不朋友 你就说 听说一泽区了 然后你那什么 助他取得好成绩 又一成绩 跟那个高口差不多 然后呢 我当时说 有朋友跟我 然后当时我也想说 给他录 我要给他录 我就给他录不一样的 我要给人录那种 就是说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的 在这里呢 希望我的好朋友一泽呢 在这个披荆斩棘当中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特色 然后在里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也争取成团出道 这个就是比较常规 这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加油视频 但是我当时想 就是很 就是那种 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有人看完之后 就得记住王一泽这个人 也记住我刘雨宁 也可能会恨我 没有 就是我当时想 因为我还有一个好朋友 叫方一伦 也就是余十三嘛 我就可能是 就是这样 是会让你们更有代入感 和他们那张脸嘛 余十三 余十三是什么呢 是去年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但是呢 就去了一轮 所以他这个名字也不太吉利 叫方一伦嘛 所以他嘎就去了一伦 他就叫方一伦嘛 一伦 我当时想给王一泽录一个 我说 我说哈喽 那个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 那在这里呢 我是王一泽的朋友 听说他那个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了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好友 叫做方一伦 但是他去了第一年呢 叫做他第一轮就回来了 所以他叫方一伦 所以你叫王一泽的话 你可能在第一 可能就一折了 后来我想来想去 好像不太妥当 人家是一轮 他是一折 咬上不太行 我后来就觉得这个点子 好像就是有点 不行 我俩朋友可能会闹呗 算了 后来就还是录了个常规的给他 所以我就不敢往那边想 我现在我不知道他比成啥样 我也没敢问他 我没敢问他 我真是纯纯没敢问他 当然咱这块确实没有贬低音的意思 因为我当年 当年你名歌参加歌手的时候 踢馆子不也一轮就回来了吗 所以我就 刘一宁嘛 去一趟 就是老老实实非常宁静的就回来了 我当时去歌手踢馆 不也就是 我叫刘一宁 刘一宁就去一回 也一样 所以咱们都是一样的 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吉利 不适合自家比赛 算了 行了朋友们 在这里我也差不多了 在这里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 美好的夜晚 这一夜有你们真好远 你们这夜过得愉快 那咱就是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 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 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我叫摩登兄弟刘一宁 希望下次直播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相见 我赶紧洗漱一下 然后看看明天的戏 晚安 再见 明天的戏